两瓣椒麻兔丁 很多人都爱吃 但是做不出那个味道 今天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就买个兔子 给我来瓣子嘛 来瓣子菜 祈福班的爱哟 大家好我是陈小水 今天我们来做个椒麻兔 兔子买回来 先让它抛起 把血液水给它挑出来 选这种没有耍过朋友的兔子 这样给它摘几刀 煮的时候容易熟一些 冷水下锅 水开了搭去浮沫 再加入姜葱 干辣椒 花椒 腌入一些底味 加入白酒去腥 小火煮10分钟 关火泡几分钟 就可以了 我们来切一些配料 把这个二斤条辣椒 小米椒切成圈圈备用 每天都在认真的分享没事 少了食品也是缘分 记得给我点个赞汁吃一下 非常的感谢 再来切一些葱段 蒜排泼把它夺碎 再来放一些酥芝麻 浇上热油 激发出它的香味 调味我们家的有盐 白糖来点 骨氨酸辣来点 生抽来两勺 香醋 我们来一勺 蚝油来一勺 再加入这个 麻的双脚调的花椒酱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料汁我们就调好了 接下来把我们煮好的兔肉捞起来 冷凉了之后 把它摘成小块 炒好的土地儿呢 加入我们炖好的料汁 再加入一些葱口 油酥花生米 把它拌均匀 就可以装盘了 这道好吃的姜麻 土地儿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非常的开胃好吃 下酒下饭都饭得很 安逸吃饭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